这位呢是叫汪海林 汪海林比较有艺名惊人的很多的东西 比方说他指出各大卫视造假 数据造假买卖数据 比方说他这个反对这个学校学生搞饭圈文化 就是迷恋偶像吧 听起来这个家伙呢 好像是我跟我走在一起了 是吧其实不是 我不反对什么这个娱乐的东西 欲望的东西 这个家伙似乎他有点反对这种娱乐的东西 反肖战啊王一博什么 我感觉这个家伙是喜欢什么塔利班那一套 IS那一套 当然他现在没显示出来啊 我觉得他这个路他这个路数好像要走到那边去 其其他的东西说的那个东西我还是比较爱听的啊 当然我知道这个家伙也是比较危险的啊 肖战王一博他好吗 他不是非常的好啊 这个问题我没办法说透 但是这种不好和他要追求的那个目标的所谓的好 我觉得他追求的那个目标就更更不好啊 是两个不好之间的对比 如果是两个不好之间的对比那还不一样有 王一博啊肖战这些个人了是吧 他曾经最气愤的就是肖战那些个人在这个西安那里搞聚会吗 这个让他很可怕的 好像看起来像一种街头运动要搞那个东西 等等吧 很像要走向文革 他喜欢文革那些个东西 但是他从来没表露过啊 他这里呢描绘了一下呢 左派和右派 他以这个蒋介石扒开黄河这个黄河大地 淹死89万老百姓获得喘息之机 说狼牙山武壮士在安全撤离的情况下 发现大批群众在山谷里没有脱离危险 于是阻击日军 牺牲自己帮助群众逃生 关于这个故事有人因为这个吃了瓜是坐牢了 他们怎么描绘这个狼牙山武壮士的这个东西 我没办法描述 我一描述我也坐牢了 你们要想 要想知道那个为什么坐牢 得花大力气得自修去 这个东西 反正跟他描述这个东西不一样 那么他就说什么呢 他说这个右派选择的是牺牲你们保护我自己 左派的选择呢是牺牲我保险你们 然后立即就有人指他 批评他 这个云朵漫步说 汪老师的左右派定义存疑 你描述的左派和右派不如说是好人和坏人 然而左派的穷凶极恶之徒是绝对不会少于右派 然后王海林就回复他呢 说你要多读书 右派是个人主义 自由主义 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和代价最小化的 大多数人认为快乐的总量大于痛苦的总量即正义 大多数人指少数经营中的大多数 其实这个也 这王海林讲这一套东西讲的简直是驴村不对马嘴 是吧 当然他有 这个东西就类似于信仰自由 他当然可以这样认为 王海林 但大多数人有一部分人不是至少有一部分人 比如说我就不是这样认为的是吧 我认为这个左派和右派啊 你要看你怎么定义 你要是 比方说你要和美国那个 或者和欧洲 因为这个党派的这个东西 我们这个思想传统里没有这个资源的 老子也没有讨论 孔子也没有讨论 孟子 庄子都没有讨论这个问题 这个是这个西方过来的 王海林描绘的这一派呢 就是所谓利益最大化很像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呢 是自由主义之母 这个有人是这样认为 但是自由主义这个东西太庞杂了 简直是没办法诉说的清楚 我个人认为基督教里面的所谓的自我救赎 的叙述 佛教里面的所谓的启智派 说佛的他不是讲慈悲 是讲启智是吧 为什么又展现出慈悲这个东西呢 因为这个新途们太笨了 还没有达到启智那个状态 都笨 太笨怎么办呢 说佛祖只好就接受先搞慈悲吧 是吧 他们没办法 还没达到说接受启智那一派 那个状态 像这些个描述我个人认为 和一部分的自由主义是很像的 那我这个视频呢 不是要在这里讨论自由主义的问题 讨论左派和右派的问题 左派也有自由主义者 右派也有自由主义者 这个没有问题的 我觉得这个左派的自由主义者 如果非得要说我们和左派有什么关联 比方说这个陈独秀就很像 左派的自由主义者 那么欧洲的和美国的 这个左派和右派的 它的区分的明显 就是在这种大政府和小政府的争论 左派呢需要大政府 是所谓的小市场大政府 高税收高福利 政府什么都干预 你呢这个 就等着我给你提供服务就好了 你们就给你提供强大的安全的保证 这个右派 这个左派就是拜登这一派了 右派就是川普这一派 是吧 川普就认为你这个搞这些个东西 你不就是要多交税吗 你多交税 那你那个税到你那里 你们都贪污了是吧 人家社会上这些个富豪搞这个慈善组织 人家自己搞 所谓的这个旧弱 所谓的扶贫比你搞得还好 你又不会挣钱 你拿着别人钱去行善 是吧 我们不要你这个东西 我们要想要那个低税负 小政府大市场 要讲所谓的那个竞争 要讲所谓的自由 这个是川普这一派 所谓的右派 川普这个人是很有意思 川普这个人 他讲这个小政府大市场 好像要夺得老板们的喜欢 是吧 其实又不是 是吧 川普的这个最大的支持者 是在工人阶级那里了 美国的问题要想搞清楚 真的不是一会儿八会儿 能搞得清楚的了 右派就讲小政府大市场 低税负 低福利 这个就是他们左派和右派的 这个区分了 性问题上右派是保守 经济上是开放 左派呢 是这个经济上要保守 性呢要开放 什么这个多边恋了 同性恋了 性身份的认同了 是吧 川普不经常讲笑话吗 说这个拜登老头弄的那些个东西 说那个男的都可以进女的厕所 这个太没天理了 这个好像在美国也有这样的问题 就是你自己可以认为 你自己是个什么性别 说他们的身份证都可以有 亲中身份的显示 什么跨性别 什么这个 什么无性别一类的 我是搞不清楚 因此左派啊 右派它就是争论的这个 低税负 高税负的争论 大政府 小政府的争论 大市场 小市场的争论 高福利 低福利的争论 所谓的性更开放的争论 还是这个 性更传统更保守的争论 争论的这个 齐慧老师对这个呢 有精彩的描述 是吧 就是说 如果我们 没办法获得到 右派 这么高的那种自由 是吧 那么自由 我们能不能选择 他们所谓的左派的自由 是吧 因为他们为什么 不选这个 这个 拜登啊 因为他 他搞大政府 是吧 那没关系 我们就 我们就要那个 所谓的他们不喜欢的 那些个东西 是吧 那么为什么有人就 为什么不喜欢川普啊 是因为川普这个东西 说福利太少了 是吧 那么 齐慧老师提出来呢 说美国人都不喜欢的东西 我们能不能可以要 是吧 我们能不能享受到 他们说最不喜欢的东西 我们也可以接受 所谓的川普的福利最低 我们能不能享受 啊 所谓的这个拜登的 这个这个自由度最低 我们能不能享受 这个才是所谓的 哪里的左派和右派之争 是吧 到了你这里呢 你随便给人套一个什么派 然后给掌声给鲜花 然后给大棒给什么 谁知道你在那里 搞的是什么东西 是吧 你跟人那个左派和右派 有一个毛的关系 所以说这个汪海林 这个左派和右派 就是人家这个兄弟给定义的 你不就是在定义好人和坏人吗 你要做所有人的教主吗 这个要一个人做别人所有人的教主 那不就是洪秀全吗 谢谢大家